而在国内桃园机场才改制第三天 就两度发生大停电的离谱事件 第一次是昨天傍晚的五点半 两个航下的行李转运的系统全部都无法运作 旅客也只能够摸黑上下飞机通过入境长廊 而过了一个半小时好不容易恢复了电力 没有想到晚上十点多又再度跳电 等不到行李的旅客几乎是快气炸了 而看到国家门面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状况 行政院长吴敦仪表示他内心感到惭愧不已 要求交通部立刻改善 一定要把原因找出来 报到柜台的行李堆的满满满 就像是一座小山 因为桃园机场又出包了 3号傍晚5点32分 桃园机场突然停电 墙上的一金显示变成黑压压一片 长廊上也只有紧急出口照明灯 旅客必须摸黑才能上下飞机 一航下和二航下的行李转盘系统 全部因此停摆无法运作 旅客脸上一脸无奈 等了一个半小时 晚间7点10分 电力终于恢复正常 但是没想到到了晚间10点17分 又再度停电33分钟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机场两度跳电 卡丁公司表示桃园机场是由炉竹变电所负责供电 当天并没有供电中断情形 但是附近输电线路曾因为延误害跳脱 造成电压瞬间骤降 因此研判很可能是机场内部低压设备 设定过度敏感才造成异常 供电的时候我们都会告诉用户 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雷急 还有一些不可抗的因素 都会是我们的系统的电压 临时发生一些不稳定现象 而机场发生跳电事件 也引起行政院长吴敦毅的关切 院长看到机场停电 内心深改惭愧不已 院长还指出机场实际上跟医院一样重要 甚至离院还重要 一定要有不断电系统 即自动发电机等等 所信机场本身有紧急电源 提供主要供电系统 因此跑道划行道及塔台作业 都没有因为两次断电受到影响 航班可正常起降 只是陶渊机场才刚改制成公司 没几天就出状况 说要击进全球前10名 看来还得继续努力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